我今天沒有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 因為大家做的研究都不一樣 像前面那兩個跟我自己做的研究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 我覺得跟我們在座的每一位老師 都有很欠身的關係 因為二十年前 如果我是大學生 我看到我的大學教授 一個禮拜只要來學校兩天 我就覺得好開心 那時候我對大學教授 就有很多的幻想 我一個禮拜只要上班兩天就好了 結果後來我發現 事實上跟我想的有出入 因為等到我去念博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在博班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project 就是去訪談我們學校的老師 然後去了解大學教授的一個生活是怎樣 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跟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想像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也是跟一個老師在輔導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academic duty是什麼 就是teaching service 跟research 這三個缺一不可 那早期的文藻可能是一個專科學校 或者是一個學院 他可能對於一些大學教師應該要做的工作 他沒有一個很深的一個體能 可能那個時候 我只是把我的教學跟服務做好 可是事實上不一樣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學 你可以去拿到你教師的平約 所以你上面看到就是這三個 一定都是要具備的 那這三個其實光把這個故好 再加上自己的家庭生活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很多的挑戰 那其實大家想說 我teaching我只要把我的學生教好 就怎麼樣 這可能是當年剛來學校的時候 你自己的一個想法 那你覺得說研究 你可以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就把他寫成文字 你自己也覺得很好 美其名是這樣子 那服務也是一樣 做一些對於學校 或者是社會有一些貢獻 可是事實上你會發現 其實在座的很多老師 他光這三個要進步好 其實就很難 可能教學評量不好 可能是研究沒有達到學校的 比如說現在我們教師聘約 好像有學校有38位老師 是沒有達成那個聘約上的 那這些都是就是 也沒有升等 然後好像還有一批 是沒有達成那個聘約上的 其實這個人事室還有校長 其實都會開始有一些處置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現這三個 其實就很struggle 所以我那時候做了一個project 就是去了解大家 我那時候的大學教授的一些想法 因為美國早在很多年前 他們就有六年條款 七年條款 那我早是在五年前才有這樣子 所以我因為做了這個研究 我發現天啊 我拿到學位之後 我過的日子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心裡是很憂愁的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要怎樣才可以 讓我很順利的可以 比如說到一個學校 然後我可以把這些東西都見過好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大概心裡面 就開始去想說一些未來的一個規劃 那其他人那時候做一個project 就是去訪問 你為什麼要當大學教授 然後大家得到說 這個reputation很好啊 可是怎樣 可是事實上對我來講 其實它就是一個工作 它可能不是像其他的老師 覺得說這個是很自由的 那你也發現到其實很自由的地方 其實大學它也有很多的規範 所以如果你不照著它的一個規矩 一個rules去發額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就迷失在這當中 所以在這個project裡面 我就去訪問 那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對很多的老師 包括在美國 他們其實發現 美國的大學教授 其實他們覺得要能夠升等成功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包括有人用 Mission Impossible 來形容 包括是你不是只是智力上 因為大家能夠數量到那麼高 智力一定是沒有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到那個堅持 你能夠在這個領域持續的發表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它需要很多的堅持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大概就做了一些了解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過程 我拿到學問之後 我大概有一年的時間是做博士後 然後之後我才拿到文照 那還好是我在博班的時候 因為我做這個研究 我開始發現我一定要努力的發表 然後在博士後的那一年 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這些研究其實都是後續 在我的助理教授跟副教授的階段 我就慢慢有一些發表的一些成績了這樣子 所以在我覺得要能夠研究做得好 其實在博班的那個training 其實那一段還滿重要的 所以在在課堂上 可能是老師修課的每一堂 你可能就是盡量把他的project 去做一個發表 那在比較是informer 的部分 包括是你跟同台之間 你可能跟那時候的老師 或者是博士生那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很好的一些relationship 然後我們後來都是共同發表 後來也都還有滿不錯的一個成績 所以這是在我念博班的時候的一些 因為跟我的同儕同學 還有我的老師之間 那包括也去了解之後 未來要過我的生活 生活是怎樣 那時候也是去了解 那其實有的人說 我可能我一個早上 我可能還要洗衣服 我可能還要運動 我可能還要接送小孩 然後我可能還有 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是可以協助 你會發現說他們每天的行程 其實是非常的滿 那能夠用的就是一些很破碎的時間 所以你真的要善用 比如說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種時間 然後盡可能的去花一些時間在你的寫作上 所以大概就是我做的 包括是不管是寫作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學校該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策略 不要認為說好像時間上很難去三者都堅固 那當然寫作一定是要很夜深冷靜 很安靜的時候 所以你要嘛就是晚上 要嘛就是假日 那像我的話 我平常可能白天我都是做行政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來學校九年 可是我有七年半時間 我都是在學校做不同職位的一個行政 那我唯一有時間可能是在我 我可能下班時間五點到七點這個時間 我可能花了兩個小時 或者是我就是六日的時間 所以加班是一定要的 加班是一定要的 不可能說平常的時間 那如果你沒有接行政 或許這樣子 其實是可以達成的這樣子 那現在可能老師們 大家都在學校 其實你也要去思考 我有哪些資源 我是可以跟我的教學 或者是我的研究 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比如說 在學校的一個資源上 你是可以去協助的 那包括是你可以問一下院長 或者是問一下主任 因為我記得上次我來分享的時候 那梁修里就問我說 院長這邊可以怎麼樣去協助一些比較心機老師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院或者是系想要請你們做一些 project 的話 其實想辦法加入 真的不要覺得說這是一個 一個 extra work 其實你應該是去思考 怎樣可以把你的一些資源去做一個結合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在英語教學中心三年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大概就發一個 email 說 有沒有老師願意跟我去做一些下午研究 然後就兩個老師回覆 兩個老師回覆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project 就是去分析一些音檢的大數據 然後後來這一篇 也就在接下來的兩年就發表了 那就是對老師來講 這是他們當時沒有想到的 所以像我自己對大數據 我就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也需要有這樣子背景的老師 可以跟我一起做研究 那我們可以共同發表 那這些發表其實對老師未來的升等 其實如果發表在很好的期待的話 這些都是一個 benefit 這樣子 所以這些還有比如說 從院長或者是主任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需要辦很多 包括是教化中心辦的一些 教學時間研究這些資源 其實都是可以善用的 那比較 informal的部分 當然就是你個人 跟其他老師私底下的一些關係 那你可能去了解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就跟他們分享 所以我覺得那種 informal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 透過你自己個人的一些關係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是我攫取的 一些我自己以前的發表 你就會發現到 我的發表有的是來自於課程 有的是因為那時候 這些行政不得不做的一些 整合型的計畫 那我都告訴我自己 這些東西就是一定要發表 一定要變成是資本的 那個學生一直在點頭 就會知道 非常的認同 所以你一定是思考是 你可以怎樣 一時二秒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又同時 否負有很多很多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是大概我的一些分享 那這個是我閱讀課 那閱讀課那時候 我也是有點類似 現在的教學時間研究 我可能看到現場的問題 那我也是做一個 比較是仔細的研究 去反思我這一堂課 我可以怎麼解決 然後我也把現場文字去發表 那這個到最後變成 是我生的副教授的 其中一篇文章這樣子 所以我的重點就是 既然大家都已經在學術 學術單位了 你都已經是在學校教書了 你真的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哪些規定 哪些規則其實是你要很清楚的 像現在我們最近發現那個教師品約 有些老師都還不是很清楚 以前我真的拿到 我只看到我正面那個有我的名字 然後就收下來了 現在我要反過來看一下那個品約 然後我發現 這個辛靖老師什麼時候 我還會提起我的主人說 請你務必要跟老師講 你會發現現在辛靖老師的要求 其實是比我們當年年輕 那都還要高這樣子 好 OK 所以反正就是盡量去看待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在學校 其實相較於其他的工作 其實他有很多的自由 這些自由其實我覺得 可能也是大家在座 當初為什麼要當大學教授的一個原因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正面去看待 家庭跟工作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 謝謝